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就得问问这鱼肉了 你咋那么骚呢 就邪哈男的 小翠也不乐意了 就撂挑子不干了 找了家寿司店当服务员 有天 一个爱吃寿司的老总领着员工到店里集体聚餐 面对这么大排面 店里就来了个全员结架 要我说 整着虚的干啥呀 把小碟往桌上一摆 每个人旁边放个老妹儿 小蒜一巴 小酒一喝 小串一卤 小克一闹 整就完了 结果 我们的翠 破码张飞就出来了 这一脑袋劈劈下 是旋转跳跃我不停歇呀 那老板娘能乐意吗 在顾客面前整这出 就给小翠拉到后院劝对一边扫地的大爷就安慰小翠说 你这姑娘是骨鸽精奇乃是做寿司的奇才呀 大爷呀 你跟我说她是练武奇才我都信 做寿司就算了吧 太坑人了呀 人家好不容易就要开始新生活了 你咋还往回拽呢 这时候 有对小两口在门外叭叭整劲 旁边有个单身老乞丐 跟他吃寿司 然后就毫无征兆地发生了我们东北喜闻乐见的 你瞅啥 瞅你咋的 这类案件 男的上去就把乞丐一顿好油根加加不露根 你动脚之前能不能先拿脚后根寻思寻思 那吃得起寿司的乞丐能是一般人吗 果然 乞丐从当里掏出一个油雾 俩人被油雾碾到寿司店里 DoubleQ了 该 让你俩嘚瑟 这回就告诉你俩啥叫秀恩爱死得快 然而这么解恨的场面 谁都没瞅着 所有的员工都围着老总这帮人忙活 寿司师傅是边做寿司边讲解 下边人听了讲解以后 我吃的就更香了 这也有道理 我们家后山有点水 我忽悠完谁和谁说有点甜 没整 老铁们记住了啊 好吃的你吃就完了 别听他们忽悠 办卡冲回原啥的 小翠一瞅 这基本执法的不对 就骂了句垃圾 公司老总就不乐意了 就问是不是说他呢 小翠赶紧说 大哥你想多了 我说的是 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于是 所有人开始围攻小村 好在他一套广播体操打的是这帮老爷们啊 可哪找内裤 这是一阵我感受不到的疼痛 就在场面一度混乱的时候 之前的乞丐突然在身后把老总给锁脖了 原来乞丐是公司的前任老板 因为公司研究一种神药 谁能想到啊 把死得好好的动物都给整活了 咬哪吃人 乞丐因为这件事背了国 那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 他又套出油屋来了一堆袭击 并复活了餐桌上的寿司 于是 这寿司就开始吃人了 有喜欢吃胖子的 有喜欢吃美女舌头的 还有位大哥想趁美女落难 来卡个油 结果 手还没伸出去呢 就让俩寿司来了个亲密接触 然后这些寿司们还开始拉帮结派了 海味的欺负鸡蛋味的 鸡蛋味的没招了 怂了吧唧的让小翠给收服了 这整 像崇小净灵似的 小翠眼瞅着店里让这些寿司给闹得皮片的 就带着大火往外头跑 乞丐还吃了个便宜寿司 生机成了一只胖头鱼 在后面是紧追不舍 小翠到外头一看 发现外面的寿司也不老实啊 在树上黑黑黑之后还生出了一堆小的 哎呀 干嘛啦 人家才刚满18岁了啦 好了 老铁们不恶心你们了 咱们接着看这恶心的电影 来 谁能给我解释解释 这个寿司为啥会火炖 咋的 辣椒馅的呀 小翠还意外地发现扫地大爷的吼声 可以摧毁寿司 于是开始分头作战 大爷负责AOE寿司大军 小翠负责拿双截棍搜了胖头鱼 你问我哪来的双截棍 当然是用寿司做的啦 胖头鱼来了一个口吐军舰来对付小翠 眼看我的翠就要被崩刹卡拉卡 他的好朋友鸡蛋寿司 扭转了寿司军舰的方向 将胖头鱼绑了起来 被小翠一脚踢向了石河远方 一场人与寿司的大战 终于归于平静 经历了一切的小翠 终于明白了自己 2样2simple 回到了老爹的身边 一心一意地做起了寿司 我说这片的岛啊 你也就敢在日本嘚瑟嘚瑟 你要是来我们东北拍个地狱烧烤 猜猜上映之后你能货几名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啊 老铁们评论点赞转发走一走 爱你么么哒